不得不说郭德纲的眼光还是非常独到的 在欢乐喜剧人的舞台上脱掉大褂的秦潇贤真正的放开了自己解放了天性 郭德纲在看完秦潇贤的舞台演出后面带笑容说道 秦潇贤说相声还差点但在小品电影方面还是有点发展 如今秦潇贤一个特别出演都能被央视点名 杨明立万火了连续五天战获单日票房冠军 目前累计票房1.67亿 排片仍是院线的主力军 杨明立万真正的杨明立万了 而秦潇贤的电影处女作杨明立万 给观众交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影片中有责任感正义感的小警察 让人喜欢的不得了 最后牺牲的时候差点哭了出来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身为警察的职责和使命 他一样都没缺少 这是继郭德纲 于谦 岳云鹏 郭麒麟 等相声演员后 又一个成功跨界的 秦潇贤之所以能得到央视的认可 除了沾了德云社相声演员的光之外 最主要的还是他自身的表现出色 作为相声演员的秦潇贤 虽然基本功不是特别的扎实 但有着丰富的舞台经验 不得不说 作为相声演员 跨界影视 有着先天的优势 相声演员 台词功底好 而且没有偶像包袱 善于刻画小人物的悲欢 但也有缺点 就制受舞台表演 首演身法部的训练 表演容易诚实化 不过 也是可以通过经验的积累 克服的 而作为师哥的岳云鹏 也给秦潇贤 做了一个好的榜样 从配角到主角 从单纯娱乐搞笑剧角色 到磨练演技的角色 慢慢成为真正的演员 做出更多 有着深刻影响的影视剧 提高自身的演技 不懈怠每一个角色 这可能就是岳云鹏 对于自己的要求 电影不同于相声 单单为了搞笑 真正好的电影 会带给观众无极的回味 让观众感受到 电影中的深刻意义 这也许就是岳云鹏 所追求的给师弟们做出的榜样 而孟赫堂在大赢家中的表现 也可圈可点 本身就是大堂经理的他 扮演银行的大堂经理 把一个职场老游子的一言一行 表现得淋漓尽致 查可打混又不得罪任何一个人 有着相声演员的三分腔调 给了人物一种天然的喜剧感 而从艺术追求方面 孟赫堂在斗笑社中 一段悲伤的相声 用一种笑忠带泪的方式 给大家演绎了一场 不那么沉重的葬礼 看似是一封遗书 写给已经离世的自己 但实际上 就像孟赫堂在社交平台上说的 写给去世后的自己 和活着的你 更多的是写给活着的你 这段相声也得到了 郭老师的高度评价 可以说开辟了相声新的题材 因为在相声史上 几乎是没有这样的题材 作为诗歌的孟赫堂和岳云鹏 可以说给师弟们 做了一个好的榜样 无论在相声方面 还是在影视方面 德云社的演员 所追求的不单单是简单的搞笑 而是带有深刻影响意义的 电影和相声 德云社演员之所以能跨界成功 跟追求和不懈的努力 是分不开的 一个连上厕所时 都在想如何能提高演技 相信秦潇贤也不会差 杨明立万票房一度大卖 得到央视的点名 是跨界的秦潇贤成功的一大步 秦潇贤的演技也被大家认可 值得一提的是 德云社又出了一个好演员 期待秦潇贤在未来 能够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